陳敏芝和歐永權早前去到台北拍攝旅遊節目《到此一遊台北》 說這麼快,節目將會在7月16日晚隆重首播 兩位這日聯同監製張志明舉行記者會 Albert早年去過台北住過 身為半個台灣人,當然收了不少好東西介紹 兩位除了帶大家發掘另一面的台北之外 敏芝和Albert還率先向大家推介他們的深水美食指南 我回想起來,真的很好吃,台灣的東西很好吃到不得了 價錢又適中,很適合我們去旅行 我打算下次跟我家人去吃狂掃 真的很好吃的東西,很棒 有沒有吃到什麼,回來仍然很掛念 我很掛念那個生牛肉 一個公公婆婆開的,一間小店,老店 牛肉真的很好吃 我其實不太吃生的東西,但我也忍不住 又薄又甜的牛肉 我現在還想起味道,你想想多掛念 你呢?你有沒有特別? 其實我很多,什麼都喜歡吃 有一碗麵是掛念,好像整張桌子那麼大 很大 如果我們請客的一樓,一碗麵就完成了 還有拍出來的畫面很震撼 每個人都想吃 對 但台北這個地方,我之前都會經常去 而且你都在那裡逗留過一段時間 留下那些回憶和腳步 地膽 所以這次的節目,你會不會真的讓你再看得到 另一面的台北? 會,因為這次,即使自己硬熟也好 有一段時間沒有去過 始終可能會脫掉那些資訊 但我們幕後的同事就很好 就告訴他們,就算你硬熟也好 我們台北的人都不熟這個地方 但我們知道有沒有興趣去 當然想去 去完之後就像剛才雅敏芝說的 公公婆婆的牛肉麵,牛肉湯 我都沒去過 原來很多台北人都不知道 但真的很好吃 雖然敏芝和Albert首次合作 不過二人一拍即合,還拆出不少火花 所以他們都很期待再有新一輯的 到此一遊系列,實行和大家周遊列國 我第一次和阿權合作 很親自,我媽媽這樣叫我 很韓國人,阿權 我們是因為這個節目 真的做了好朋友 覺得我們這件事 我一開始都沒有想過火花這麼大 我老公看了一段影片 都說,你們兩個可以 我不知為何,我又會很真誠 很真實地跟他們玩 雅姐是一個偶像派 很難得在一個地方 將偶像的包袱 偶像實力派 不是,偶實派 偶實派 實力依然在 偶像包袱原來卸開了 我想她老公看到也覺得 目定口外 對 真的有分之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再去其他地方玩 節目星期一播 現在先欣賞一下 當中精彩內容 就算了 人人都去台北 難道個個都很厲害玩台北嗎 憑著Albert、歐詠泉 在台北住過幾年的地膽經營 加上朋友滿天下的陳老闆陳敏芝 我們會合力搜羅台北鮮為人知的 地道美食和景點 和大家無私分享 相信大家沒想過來台北 可以吃這些 因為要吃全台灣最臭的 臭豆腐 好 我想說很厚 你想說什麼 很臭 很辣 清爽的聲音 本身很喜歡吃雞 特別是白切雞 不過烏骨白切雞 真的是第一次吃 令我聯想起 T.V.Beam一連一度的盆菜宴 真的很難得 有一群酒店為我們沖奶茶 我可以當香港先生 可以當時 來台北吃好東西 可以吃得很珍貴 在300年前已經有黑豬 這個很特別 除了好吃之外 我們現在吃的是台灣靈魂 八角湖 沒錯 兩年就可以拿到米芝蓮 很厲害 厲害 這麵芝蓮給你喜歡吃什麼 是吃醬果 我喜歡這麵應該要等三個月才有位 也可以吃得很經濟 你吃的米芝蓮推介 以為很貴 但這一碗的麻油雞 這地方只不過是140港元台北 別飛起來 我們特地來到中和 hints 就是好像在香港 特地去元朗吃一下海鮮飯 無他做兩樣東西 划算 新鮮 值得推帶 是嗎 有吃過 當然應該大家沒有想過 來台北可以住這些 可以做好 等一下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我這輩子沒試過露營 但是來到這個風車屋 令我改觀了 大小的房間 加拿大帽就是這裡 因為上手的主客留下來 為何要這樣做 老實說,你拍攝後能不能播出 來台北還可以賣這些 我一進去文具店 我就腎上線飆升 我絕對是一個文具迷 我跟你說 我拍攝所有的東西才賣 我現在很不專心 我不知道,你想我拍甚麼 這一間是拿了國際獎的巧克力店 國際大獎,你有沒有吃過? 你沒想過收肥可以做咖啡 適合你,你買回去吧 想不到來台北玩 可以玩得這麼放鬆 難得有自己的面對時間 真的要沉澱一下 這麼青春 我忍住 和這麼滾動 我心情 我也覺得很感動 我想過拍女兒的節目拍得很適合 7月16日開始,連續兩星期 逢星期一至晚上10時半 我們會帶大家重新感受台北 密切留意 動詞一遊台北 我們一定會遇到 自從小看 身族的角度